一眼近男在大马路上被远警拦查开罚单 过程相当和平没有异样 没多久警方派来脱掉车 将他的车贴上封条 查扣带回 原来这名男子因酒驾被带 不过他明明已经签下罚单 事后却提起行政诉讼 想证明自己没有喝酒 当时这名秋心男子就是在这个路口 被警方拦查一九侧零点二一 不过他事后提起诉讼向法官公称 因为车内的酒打翻了 酒精在车内挥发 才会让他吸入酒侧潮标 事发在台北丁州路三段上 去年二月求行男子被测出酒驾后 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主张远警行政程序不完全 自己有高血压不能饮酒 加上当时车内的酒瓶打破 有露出酒气让他吸入酒侧才会潮标 法官依据这些证词撤销求行男子的罚单 还归还要扣车辆 但究竟闻了挥发酒气 会被测出酒侧纸吗 对着酒瓶吸入满满酒气 在大口吹向酒侧气实测过后 数据为零完全测不出来 采取肺部呼出的气体 所以说外在的这些酒气 并不会影响到我们仪器判读的结果 一旦你撤销这个罚单 一旦你让他的驾照回复 就代表他这个人 因为实际上酒驾的这个累贩是非常多 有可能他又下一个又在酒驾上路 酒驾零容忍警方全力抓 但酒侧执法机器不骗人 却因为执法因素有问题 遭法官撤销打击警方士气 这样难免引发争议 在新闻吕少博参与台北采访不到